五轮教师工会 昨日下午在Scanline高中外召开记者会 为周四的罢工做准备 工会要求校区为教职工加薪12% 将会花费学校预算2400万 同时缩小班级规模 并改善为学生提供的服务 教师在周四早上六点半开始罢工 所有学校都有警戒线 并将持续到上午十点半 随后老师们将在乌伦市政府的小川广场集会 然后步行抗议至附近的乌伦联合校区中心办公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pokesuk Шок SC